今天给你们带来一款特别暴躁的汪马 就是当然不是IH了 在这 猜出来是什么 就是宝马的SM50 这也是宝马M系列里边出的第一款纯电动的车型 540多马力 然后加速3.9马 非常的狂暴 那么除了它动力强劲以外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前脸也是非常具有攻击性的 就是4系非常有特色的这种大鼻孔的设计 但不一样的在哪 它的德山是全分禁 毕竟是电车吧 而且呢这样也可以降低它的分阻 这台车的分阻性是低到了0.24 而这种低分阻系数也给它带来了好处 因此增加了10公里以上的设计 这是它的优势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大灯啊 依然跟4系一样都是带有激光大灯的 而且像M50这种车型我觉得它应该是标配激光大灯 来到侧面的话 其实它整个侧面的造型啊 跟4系4门非常的强强 而且有一个细节也非常的一样 就是它的隐藏式的门把手 以及无矿车窗 叫跑的必备 然后有一个地方特别战斗 就是它的这个全碳纤维 然后带有恶魔耳的这个M系的这种后视镜 一方面呢是降低了这个空气阻力 再一方面呢就是完全营造出了这种战斗的气息 还有一点啊 也让我觉得很战斗 就是它的这个轮毂和轮胎 19英寸的铝合金轮毂 而且已经做了轻量化的处理啊 然后呢用上了M卡钳 还有M字适应悬架 M字适应悬架的话 是在现有车型里面 像Z4的M40车型上有搭载 所以它在不同模式下 软硬程度是不一样的 你在平常是可以去买菜的 而下了赛道它能够足够的强硬 然后再看它的轮胎啊 米其林的PS4 但是呢它前后胎尺寸不一样 前245后255 所以它是一个双电机四驱的车型 前后胎都非常的快 即便我对它PS4觉得 好像还不是特别高性能 特别键盘值 但是呢已经完全足够搭配这台车的性能 而且整个这些武器装备啊 算下来我跟你说 这台车绝对性能不适用 我对它的瑞斯成绩的预测应该在58秒左右 到时候我们可以去验证一下 那车尾呢 F50车型加了一个纯碳纤维的一个小尾翼啊 也是非常的战斗 然后下边的话 把原本排气管的位置做成了扩散器 非常会利用空间 那么整体后边的造型的话 跟474门也是保持了一致性 除了这些以外的话 我们来说一下它的续航嘛 其实在一转五四零那个版本上面 它的WLTP的续航里程是590公里 WLTP呢是比NEDC更加严苛的一个标准 那么M50的车型因为四驱高性能 有可能续航里程会比这个要低一点 但是日常使用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里程焦虑 OK 那么我们把外观说完了以后 再去车内看一眼吧 好嘞 那么我们现在进入到了车内啊 一进来 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双连屏曲面屏 然后这个真的是 这一块呢 仪表盘呢是12.3英寸 加上这个中控屏14.9英寸 非常大 而且两屏可以互动 但是呢 你如果把这两个屏遮住 你去看它的设计 这不就是现在正在卖的这个 4系4门版的车型吧 但是有些细节还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它这个试板 看现在这个试板 还是做了一个折线 线条更加的凌厉 更加的战斗 然后呢 在这块区域 本来啊 是有空调控制屏 但是现在呢 已经集成到了中控屏了 在这块 好 除了这个以外的话 它的启动按钮 做成了蓝色的 这个其实在iX3上面 也有这颜色 就是宝马的纯电的车型 以后的启动按钮 都会变成这个蓝色 除了这些以外 基本上是和4系啊 还有3系啊 就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了 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啊 非常吸引人的这两块双连体 为什么要说它们呢 因为第一批搭载了这个 iDrive 8.0 多媒体系统 就是iX和i4 iX在之前发布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看过了 但是i4呢 这次我们可以去亲身体验 它的操作流程 然后呢 在这个我们整个列表里面 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屏幕的根体啊 就是流畅度非常的高 非常的明细 而且配色啊 就是非常的M 非常的宝马 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进去看看它的APP APP的这些呢 有很多腾讯系的 还有像这个天猫精灵 还有像百度系的一些APP 直接落地到了ID8上 这个在ID7的后期版本 就是2022款的车型上 已经有更新 已经有落地 就非常的方便 嗨宝马 我想方便一下 他直接给我出来了 这个洗手间的位置啊 定位都出来了 那其实它的这个会议能力啊 是非常强的 而且我们刚才看到了 有一点啊 就是我觉得它这个语音识别系统 很好的 它还支持 在中文体系下 它还支持粤语 也就是说国内的方言 它也能支持 那这一点的话 就其实我觉得 比同级别这个进口的车型 汉化以后的语音识别 其他的品牌要强得多 就有些品牌 就是现在有些进口的 甚至是超豪华品牌 它的语音识别 甚至你连说话 它都听不太轻 除了这些以外啊 我觉得整个这台车的 给我带来的科技感 基本上就放在了这两块屏幕上 而且应该会非常的好用 说完内饰呢 我们再来体验一下它的空间 那么我的身高是1米75 我现在已经把座椅调到了最低 然后头部现在呢 是有一拳一指 大概这样的高度 再去后排看一下 我们来到后排啊 这个先来说说它的头部空间 头部大概只有四指 因为毕竟它后面还是一个六倍的造型 所以对头部有一定的侵占 然后腿部空间呢 是大概一拳四指这样一个距离 来打开宝马的后备箱 那它还是保留了这个四系四门的这个六倍的造型 所以直接先被开启 它的开口面积会非常的大 给人先天的优势 然后呢 可以看到它这个后备箱的镜身还是很不错呢 而且第二排座椅是可以424比例放倒的 这样的话空间组合就会非常的丰富 两边呢 会有两个广状的这种处理格 里边可以放点小物件 然后下边它还有一个隐藏的空间 然后左边的一大片是被这个哈曼卡顿的低音炮给占了 右边呢可以放一个包进去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台车吧 其实这台车应该是电气化时代里边我最期待的一台宝马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 它的造型又是一个轿跑 然后呢 动力现在比M4的雷霆还要强 然后呢又是四驱 所以所有的元素汇聚下来呢 对于一个Beaver来说 这个真的是DNA都动了 刺激非常的强烈 除了这些以外 我觉得观众对于这台车最大的期待 应该是对于它的价格 那么这次呢 只是国内的首发亮相 价格还早 但是呢也快了 这台车在国外的这个E-Drive40那个版本 低配的车型 起售价已经公布了 折合人民币呢 大概是35万左右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进口的车型也永远不可能按照折合人民币来计算 但是呢 预估它的价格应该会在45万左右 那么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诱人的 高的车型